热铁,中国的坏老人移民美国了但是下场有点惨,一些蛮不讲理的老人在国内也许能横行无阻,但在国外就要傻眼了,并且深受美利坚的教育华人女子胡缴蛮缠,判十年的监禁,近日,一则新闻刷爆了外媒,一个被通缉两个月罪犯,在网友的人肉搜索帮助下被捕了,让人惊讶的是犯人竟然是一名华人女子, 她被通缉的理由,让人惊掉下巴的同时,也让人深感厌恶,据当警方介绍,三十日中午时分,多伦多当地的一家星巴克,正是人山人海的高峰期,一位亚裔外表的女子走进店内,到店后她直接越过排队长龙静直插队到柜台前,要求店员为她提供热水服务态度很傲慢GT,GT,More Videos店员告诉她,请慢心排队, 不应该插队索要热饮,女子听后很气愤,便转身离去,本以为只是个插队的不文明现象,被店员制止后就结束了,却不料女子转身后,拿了一杯其他顾客的热咖啡,狠狠地泼了店员,一身肥后还大声地辱骂店员,此举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该女子仓皇逃离现场,只留下狼狈的现场和无辜的店员,该星巴克立刻联系了警方,遗憾的是当时现场混乱,想要找到女子十分困难,无奈之下,警方只好张贴了一则通缉令, 警方称,这是一名自称Kathy的亚裔女子身高五十五,寸中等身形年龄,约四十五至五十五岁,黑发在脑后扎成一条马尾,是发时疑犯身穿Candidate Goose的连帽长旅帽边,有毛式戴一副太阳眼镜,其浅色围巾这则通缉令,出来后引起了大量当地网友的愤怒, 网友们根据这些资料和人肉搜索,确定嫌疑人是一名叫雷琴Kinley Yee的华人女子,五月二日晚警方在嫌疑人家门口,逮捕了她本以为此事已了的雷琴,被捕时仍然大声呼喊,警察乱抓人,随后当地警方正式起诉了雷女士,罪名是持武器伤人,等待她的,可能是高达十年的监禁这位雷女士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任性妄卫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对这种情况同样万万没想到的,还有雷女士的儿子和儿媳,据了解这对夫妻才刚刚给雷女士办好父母移民,这下儿子不仅作为作为担保人,留下了不良记录,还不得不为母亲请律师打官司影响个人的生活,说实话挺同情这位雷女士的儿子的, 没有熊孩子却有个熊老人,其实随着在国外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听到的,看到的事情越多就明白,在国外给自家熊老人背锅的可怜孩子,还远不止这位雷女士的儿子,他们的遭遇,也绝非偶然乱抓,野生动物,回家烧菜的熊霸, 今日一位叫小S重重的作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是在十几年前,她在加拿大首都沃泰华上大学,当时整个学校都没什么中国人,但却有一个中国女生在全校非常出名, 一说到Gooseley本地同学都知道,为啥叫这个名,是因为那天这位女生在上课的时候,教师里,突然闯进来几名警察,直奔她就来了还要求这位女生跟他们走一趟,当时这位女生刚来人生地部署的,遇到这阵势党都破坏了当场就哭了, 后来还是同学给她解释警察不是来抓她的,而是因为她过来探亲的老爸,在早上散步的时候,看到沃泰华湖边公园有野鹅,就二话不说,逮了一只往家里带结果,被路过的人,看到报了警警察上门的时候,看到这老人家正在撸着袖子,要火宰野鹅做烧鹅吃呢,这还没完警察人赃巨货,要逮捕这位老人家,借了一辈子的老妇, 一不通英语二不认错,三坚定认为,中国人不能给洋鬼子欺负一看,也急了冲着警察大吼,我闺女要吃烧鹅啊,没偷没抢宰不行啊,反正就是非常不配合,警察也没多说,二话按照正规的拒捕流程,直接掏枪制服了她手铐,一口带走了,那位可怜的中国女生,从小都是乖乖女成绩又一切因为老爸, 而在一国他乡,被带进了橘子在警车上,她哭了一路不停的跟警察解释,我没跟我爸说过,我想要吃烧鹅,最后两个人虽然没被拘留,但却被罚了巨款,还留下了犯罪记录就这样,那位老父亲依然觉得,是自己受了欺负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还大声嚷嚷, 又不是家养的鹅俺们老家,那些野鹅也呀,谁打着就算谁的,就是养鬼子瞧我们中国人不顺眼,由于当时加拿大的中国人还不多,这事也闹得沸沸扬扬的,还上了报纸本地人看完三观都碎了一地,他们觉得难以置信,而且特别想不通,居然真的有人会去杀野生动物煮菜吃, 说个我亲眼所见的事情,一个好朋友刚生完孩子父母,来看望他要住一段时间,一是带孩子二是平时能给孩子做做饭,减轻他们的负担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第二天就出问题了朋友和他老公出门上班中午,他妈做饭突然变化响了,一看是中国哪边的视频,就放下锅铲,聊起了天老人觉得,就说几分钟也就没关火, 好妈刚聊没两句家里,烟雾警报器,铃声,大座警车消防车接踵而至,他们家的街道邻居全被疏散了,最后不光家里两扇门都被火警人员劈烂,还收到了一千刀的出警费用出了这事,我这朋友也没怎么说他妈,毕竟之前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再三强调,下次做饭一定要控制油烟, 可这老太太偏偏就是不信这个邪,反而自作聪明,用塑料袋层层把家里的报警器层层包起来可只离包不住火,因为老太太坚持不控油,有一天他们家的油烟飘到了隔壁再一次出发了烟雾警报器,这一次火警人员给他们家开了重重的罚单, 同时他家房屋保险上涨,已被连涨三年,去年在海外华人圈很火的一起车祸,事情发生在温哥华,当时一位中国老太,为了超劲道,带着孙子横穿时速60公里的快速车道,幸亏当时车主反应快提前刹车, 但还是稍微碰到了歇车主,一看马上下车询问老人孩子有没有伤到,并且自觉报了警,没想到老太太一看立刻拉着孙子就地躺下了,一边摸着自己的腰,一边叫唤这阵势,把老外吓得够呛马上就叫了救护车,等警察来了老太太,已经躺半天了,可警察了解情况,并查看车行记录以后,通过翻译告诉老太太横穿马路 受伤主则在他车主不用负责,接下来需要他自己自费去医院接受治疗,老太太听完,当场就不干了放声大哭,路人纷纷停下来看是怎么回事,他就冲着别人大喊,快来看欺负老人,欺负小孩,欺负中国人了,警察听不懂他说什么,以为他经历了车祸受到惊吓,导致情绪失控不由分说, 把他和孙子隔开塞进救护车,送到医院检查去了,后来老太太的子女来了等待他们的不只有哭闹的老人,还有一张上万元的账单面对熊老人,子女是无奈的,在海外待久了,总会听到各种各样,关于中国老人家的奇闻,比如就在澳洲那些背着Gucci小彩UGG手拿LV包包的老阿姨们, 不管是超市里免费的塑料袋厕所里的卫生卷筒纸,甚至是商店里的菜叶子,那可是整卷整卷往包里塞,一旦工作人员善意的提醒了一下他们,他们就像提前背好,回答了一样,几句话能把人对的无话可说,不都是免费随便拿的吗? 我多拿点,怎么了,又不犯法,而且又不是我一个人拿,还比如在温哥华中国老人家,开着宝马灵质,甚至宝石节拿着几个空袋子,去在教堂门口领取免费的食物,有时还为了地盘而争斗,这让当地人颇为不解,这些免费的食物呦,废兜,不止他们子女们,是怎么想的,也不劝劝劝啥,现在但凡说中国,老人素质差, 无视规则,不遵守基本的道德规则,一些子女们就会愤怒反击,说,凭什么对咱家老人素质说三到四,不就是随地图点坛,顺手扔垃圾,随意插个队,说话大声点贪点小便宜,乱穿个马路,当街拔个尿,偶尔撒个泼小小碰个词,适当钻空子溺爱家里熊孩子,妈吃你们家一口饭,喝你们家一口水了,妈咱家老人, 在中国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我们这些受累受气的,都不敢讲哪里轮,得到你们来,咱们可是中国人爹妈心,苦了一辈子老人再错哪里轮,得到子女批评教育,岂不是造反了不孝? 当初出国是为了孩子没想到收益的竟然是爸妈,你说这些老人做了这些事,他们的子女有错吗?很多人会说当然有错啊,毕竟爸妈来你要跟他们说清楚,要注意哪些事像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幺蛾子了 确实有一部分当年靠着自己读书出国,后来通过努力留下来的中产移民,提前对自己爸妈打了预防针,告诉他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能做 有的老人听进去了,有的没有,因为在国外会有制度去教育和管束每个人惩罚违反的行为,并让每个人知道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老人或孩子有权或无视富有或贫穷,都没有例外 在中国撒泼打滚可以被原谅,在国外冲冠一怒,便会受到制裁那些在国内无敌的老人,到了国外后都学乖了 最终华人把父母接到国外后,都傻眼了当初出国是为了孩子,没想到受益的竟然是爸妈 他们在这里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